所以期末報告就是爬蟲跟繪圖 兩個把它思考一下 資料的話當然也許你可以拿開放資料 之前你們期中大概幾個方向 一個就是說你延續期中報告 把期中報告裡面沒有爬蟲的 你把它加上去 沒有大量繪圖的你把它加上去 那也就OK了 就是你把一個題目延伸 其中報告延伸 另外的話你也可以另外再起一個新的題目 當然也OK 這兩者你們自己再斟酌一下 甚至的話像之前有同學說 要幾個人組一個也可以 比如說你想要兩個三個一起做 當然你要讓我知道怎麼樣分工 不然我打分數有時候不知道怎麼打比較好 學校好像還有辦一些比賽 城市設計比賽 我覺得你們不妨也可以參加 如果之後假設你有一些名次的話 我覺得對你們就業會很有幫助 因為其實你們在就業的時候會面試 或者是比試吧 我覺得假設有面試的話 他還會看說你有什麼樣的證明的方式 證明你會這個東西 那你會這個東西的話 當然就要最好書面的東西 比如說你有一個證書 或者是一個文憑 比如說你資工系的 應該裡邊會寫 或者說你有比賽的一個成績 有沒有也是一個方法 好那今天的話 而且這個我覺得蠻多可以拿來做一些專題的 我覺得是應該可以的 OK 像比如說你可以再針對什麼 像最近地震蠻多 你也可以拿地震資料來做分析 OK 或者說最近好像有缺水了 有沒有 你也可以分析哪個地方有缺水的 或甚至是缺電有沒有 諸如此類的名聲相關的問題 你也可以再去分析 得到一個圖 然後用圖來說明 OK 好那最後的話 我們把剛剛的這個再衍生 全部折線圖有沒有 把它畫出來 畫的方式的話 其實就兩個變數 再來我是希望把這個改成兩個 有沒有 剛剛是全部是一個嘛 那現在的話就改成兩個 兩個的話跟這個一個有什麼不一樣呢 其實主要的大概幾個地方不太一樣 第一個的話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寬度不一樣 本來是乘以10對不對 現在的話乘以5 OK所以第一個不一樣 把它改成乘以5就好了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呢 它原來的第一個 它一定在M1 M11 一樣嘛 M21 意思類推 但是呢 多一個就是R 有沒有 也就是說呢 當它是 所以其實應該什麼 我的想法是奇數偶數好了 有沒有 它是一 奇數嘛 偶數的話放右邊 奇數的話放左邊 然後這邊3 又放這邊 這邊放OK 那 接下來有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有個K的這個數字有沒有 當它是第一 所以你會發現 當它是1的時候 那變成要兩個都是1 有沒有 當它在偶數的地方 才要換到11 所以這個1的話呢 可能這個K要用兩次之後 再換到下一個 有沒有 再用兩次 然後再換下一個 可是問題要怎麼寫啦 那寫的方式 我大概把我想到的方法 跟各位講一下好了 我大概想到 大家會有這幾個問題 所以根據剛剛的幾個重點 我們把它改一下 其實大概就足夠來修改了 首先第一個 我要怎麼樣可以讓它變成兩個 所以我就 名稱的話 我也一樣叫什麼 不能叫全部之間2好了 這樣比較簡單 所以可以把剛剛這段程式碼 複製一下 把它貼到底下來 OK 貼到底下來 然後把它改一個名稱好了 這個名稱的話也許叫全部之間2好了 這樣比較簡單 那如果你要3個的話 就全部只有3好了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有哪些地方要改呢 首先的話 根據剛剛的敘述 其實第一個最需要改的 就是寬度有沒有 把它乘以多少 乘以5就好了 OK 那目前你現在跑 它一樣會是有 就是你可以先改一下 它這邊會 但是它現在沒有變成在右邊 它一樣是在縱向的 所以第二個的話 我還需要改哪個地方 這個改一下 接下來的話 我變成要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我剛剛有講過 主要我要來判斷什麼 判斷說 當它這個i的值 當它為1的時候 它就放在左邊 它2的時候放在右邊 那可是要怎麼做 怎麼判斷i的值 是否為奇數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簡單的計算 就是如果你除以2的餘數為多少 所以如果假設在那個程式裡面 除以VBA裡面的話 你可以在FOR圍圈下面再加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按個Enter按個TAB鍵 如果的話 這個好像前面有寫過 如果 i的值 除以2之後的餘數 所以除以的話是這個 可是如果餘數 在VBA裡面是一個 運算子叫MOD MOD 就是除以2之後的餘數 假設等於1的話 那表示它是奇數 反施的話就是偶數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MOD是除以多少的餘數 所以這個iMOD的2指的是 i除以2之後的餘數 如果等於1的話 然後Enter兩下打一個Else 反之的話做什麼 反之 Enter兩下再打一個Enter一符 所以我先在FOR圍圈下方 再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因為主要是奇數跟偶數的需求 那接下來的話 我就把我們畫圖的程式 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if的下方 那if的下方就是奇數 就是放在左邊的那個圖 所以呢 但是特別注意 底下這四行對不對 如果你要把它放在if下方 請注意 只要複製前三行就好了 k等於k加10 記得不要複製 為什麼 因為如果複製的話 變成你奇數 就讓它下一個了 會變成說 理論上應該左邊右邊嘛 可是如果你假設也加了10 它變成下一個 變成左邊這邊OK 換到這邊的時候 它變成在下面了 等於是多換10列 所以特別注意 只複製這三行 把它放在if的下方 把它複製 OK 然後複製過來之後 按個tab鍵 那再來的話 底下再一樣 把這四行搬到else else 下方就是指的是 如果是偶數的話 做什麼事 一樣做這些事 那理論上這樣寫完之後 你把它跑的話 應該會有一個錯誤 就是應該全部會疊在一起吧 執行的話 變成人民幣跌在美元上面 因為它沒有跑到R這邊嘛 所以記得喔 這個地方可能要記得把這個 else下面這四行 其中的坐標位置 坐標還記得把M的位置有沒有 記得把它改成R 因為如果你假設M的話 它會把它疊在同一張圖上面 所以會變成你看不到 所以把自己的把這個地方改成R laps 跟top 這邊把它改成R 那理論上應該就寫完了吧 我看應該主要是奇數跟偶數 再執行看看好了 OK 應該就應該就成功了 看一下 這個把它刪掉一下 全部折線圖二執行 有沒有發現 這樣看起來應該就OK了嗎 我看一下 美元 人民幣 歐元 日元 對耶 英鎊 澳幣 OK 之類的 這樣子就 不過我覺得這樣是 這樣光看好像更OK 因為之前好像 等於是佔了一個畫面在滿 現在看起來好像可以看到比較多細節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好吧 那剛剛的重點再回顧一下 第一個就是把剛剛的那個全部折線圖 複製過來改個名稱 第一個 第二個關鍵就是這個if的地方 那這個if主要是判斷 i的值是奇數還是偶數 如果是奇數的話呢 就執行下面這三行 記得喔 這兩個差別就是這個 有沒有K等於K加10 如果有K加10的話呢 就是要換到下一列 但你說老師那如果K加10會怎麼樣 其實喔 如果你把這邊也加了K加10 你跑出來結果 應該會變成像這樣 我把這個圖刪掉 如果你假設你不小心把這個K加10也加對不對 他會變成跑這樣 有沒有 美元 人民幣應該要在哪裡 他右邊 奇怪不是右邊耶 他變成右下 為什麼 因為他不應該換下10列 結果你把它換到下10 變成這樣了 他會一直一直 每下一個他就會變成說換到下一個 差別在這邊 OK 所以請各位試著把這個美元全部折線圖改成全部折線圖2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多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那最後還要記得喔 把奇數的那個Lapt 有沒有 點Lapt的這個M改成R 這樣子就成功了 OK 應該不算太難啦 但是一個字都不能打錯就對了 所以你這個部分寧可就是要慢 然後要真的懂 我想應該你要做出這樣的效果 應該就不是那麼困難的事情 記得 縮牌可能要養成習慣 這個縮牌你剛開始不縮不影響 但是在回頭看程式的時候 沒有縮牌看的真的滿辛苦 全部都在同一階 好像說也有同學全部都在同一階啦 跑應該也可以跑 但是就是很累耶 因為我的習慣是一定要有一個階層 這樣看很清楚嘛 有沒有 你Fall會底下有個Next 那裡面做這些事情 有沒有做什麼 做一幅的判斷嘛 然後呢 如果它是奇數的話呢 就做這三行 反之的話就做這四行 這樣就清清楚楚的啊 當然如果可以啦 最後你自己再加上一些文字的註解 那會更好 OK 好 試一下 那並且想想看喔 如果再出一個題目給大家 如果假設要把它改成全部折線圖3 怎麼做 OK 如果2可以啦 3應該也沒問題 工作上應該很多嘛 反正老闆要幾個你就要幾個 老闆說兩個不過我就要三個 三個不過我就要四個 所以你要把剛剛的這個全部折線圖 把它改成三個的話 那應該怎麼改 OK 那當然啦 其實主要也是在邏輯判斷上面 剛剛是奇數跟偶數 可是這邊的話就不是奇數跟偶數而已 應該什麼 應該是以三 所以除以三之後的余數 如果余1的話放這邊 余2的話放這邊 整除的話放這邊 有沒有 所以還是要Mod啦 比較簡單 那你說老闆沒別的方法 有 但是我覺得其他方法 可能我自己覺得沒有那麼簡單啦 OK 所以請各位想想看 試試看 那其實當然還可以全部折線圖 試啦 不過試的話 我覺得這個空間有點狹小 放不太 可能這個圖就擠得很小了 所以如果要試的話 可能就是把它換在下一個 換到這邊 有沒有 那把那個空間拉寬一點 你愛幾個就幾個 四個、五個、六個、七個都沒問題 有沒有 五個的話就兩列 這樣排起來感覺就會 滿不錯的 我覺得 像這個蠻像是在用那個 有一個軟體叫POWER BI POWER BI其實概念跟這個蠻像 只是POWER BI的話 它比較不是屬於客製化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客製化 我覺得用VBA來做會比較能夠達到你預期的效果 因為POWER BI它裡面沒有辦法寫程式 它基本上都是用滑鼠鍵盤去設定它的相關的 這個顯示的方法 比較沒有 它裡面好像我記得是沒有VBA的 它也沒有辦法 它裡面頂多是DAX的一個公式 跟那個輸入公式蠻像的 所以我覺得能做到的效果好像比起來 好像就是會有個落差 OK 試試看 請各位試著把那個 剛剛全部折線圖2的部分 把它試著做出來 然後想想看有沒有辦法改成全部折線圖3 OK